我觉得杀伤力蛮好的 目标肯定是冠军了 中国军团昨日惨遭滑铁炉 痛失大将 小将吴一泽成为唯一晋级选手 大家好,我是大圣 斯诺克UK锦标赛 经过一日的短暂休整之后 32强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 小将吴一泽轰出破败 惊险晋级 排名榜单第三位 吴一泽一度5比2领先 四个赛点 在米亚赫连追两个赛点之后 场面一度有些失控 但是这颗关键的粉球失误 葬送了米亚赫的UK之旅 面对这样关键的红球 小将吴一泽没有手软 昨天提到大圣的波瓦 球迷们纷纷亮出五米长的大刀 哎,男人就是这样 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还是其中一位球迷说得好 大圣是球迷的 而波瓦是世界的 只要心中有爱 你们的波瓦无处不在 在打进这颗篮球之后 吴一泽终于顶住压力 完成了超分 首次参加UK的小将吴一泽 每进一步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 乘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即沧海 加油中国小将 大圣期待还未满18岁的你 早日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今日中国小将吴一泽 创造个人历史 闯入UK32强 荣登榜单第三位 成为今日炭花狼 等一下让我再看我的波瓦一眼 泰国二哥桑坎姆 轰出两杆破败 拿下机长卡特的比赛 荣登今日榜单第二位 先来看一下桑坎姆这颗上手的红球 这样精准的大角度传球 换做其他职业选手 恐怕想都不敢想 泰国二哥桑坎姆 其实是一位 球风极其凶悍的选手 只不过一直活在 伊哥塔叉亚的光环下 球迷们可能对他不太熟悉 曾经面对火箭 轰出四杆破败 打的火箭毫无脾气 这次又跟火老师 分在同一个半区 如果再进一步 八强赛就将碰上火箭 如果上半区的下半区 能够出现一匹黑马 那他一定是桑坎姆 接下来就为大家揭晓 今日的状元狼 今天排名榜单第一的比赛 是沃拉斯顿轰出大号破百 爆冷击败 严敏涛的这场球 特别是最后一局的 这几杆防守 值得大家细细回味 是否还有资深球迷可记得 在十几年前 台坛有一位 白俄罗斯的美女裁判 塔提安娜 那时波瓦还未出道 一直都是大胜的最爱 一不小心被这哥们给拐走了 一年后还给生了个娃 这事让大胜伤心了很久 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一不小心又扯远了 倒出了大胜的伤心往事 好吧 咱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沃拉斯顿的这杆做球 可谓是相当的完美 在现场看球时 哪怕强弱大胜 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处理办法 到底如何处理 才能不露带口这个红球 现在大比分3比5落后 沃拉斯顿手握三个赛点 一旦处理不好 那这场比赛必将前功尽弃 小涛在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个中竿的右赛 白球在经过四窟之后 停在了一个最完美的位置 这颗球的处理 大胜给你101分 现在小涛把难题 交给了沃拉斯顿 此刻虽然手握三个赛点 但是如果这一盘 让小涛翻盘 那最后的结果 又将是难以预料 接下来沃拉斯顿 完成了一杆 更加不可思议的击打 直接挂酷捷径 正所谓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踢 就冲这一杆截球 今晚的状元 实至名归 最近几年沃拉斯顿的状态 下滑得很厉害 目前世界排名51位 勉强保级而已 但是今晚的表现 绝对称得上精彩 不仅有大好破百 而且还有关键时刻的 神来之笔 本沃拉斯顿 配得上今天的状元郎 就冲你今晚的精彩表现 十年了 咱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小涛没能再回到赛场 今晚的中国军团 遭遇滑铁路 今晚九点 曹玉鹏对阵古尔德 如果正常发挥 大胜觉得 有六成胜算 另外赵新彤 对阵塔参亚的快枪手对决 也值得期待 对于过江龙 大战眼镜下 你怎么看 今天的UK赛况 就为大家带到这儿 希望你能喜欢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大胜 咱们明天见 打得整体不错吧 我觉得 刚开始也打得非常犀利 前第一盘 也打得 就是有一点失误 然后后来 翻盘直接打死他 觉得状态还不错 整体 然后 觉得早上 没吃东西 然后有点饿 然后 整体还不错吧 4比2那盘吧 然后 他出现了失误 我拿到了赛点 我觉得就 他的压力会 大一些了 最近状态都还不错 就觉得杀伤力蛮好的 目标肯定是冠军了 就希望做好自己 防守吧 我觉得进攻 打得还整体不错 就是防守 有时候会出现问题